二百多年前 一向被称为汉兵的运动 在欧洲出现 今天 世界上已有超过五千万的人 沉醉其中 他为喜爱滑行的人 提供了一种 简便移动的方法 并使他们在自由的滑行中 体会到无穷的欢乐 由于摆脱了冰的束缚 他有了自己的名字 伦华 文化的专项设身准备活动 主要有腕关节 顶部关节的放松运动 伸展全身的转体运动 体侧运动和体前驱运动 针对宽关节和膝关节活动的 侧体运动 适当的热身 使刺激肌肉 使身体兴奋起来 以避免运动中受伤的最好方法 轮滑运动的普及 带动了器材的发展 轮滑鞋的种类 与项目的不同而多种多样 速度轮滑鞋 特技轮滑鞋 花样做花鞋 以及打轮滑球所用的轮滑球鞋 面对如此众国的品牌和样式 初学者应该怎么选择呢 作为初学者 一双经济实用的休闲健身鞋 是你的首选 除了轮鞋之外 布具的配戴也必不可少 它可以有效地在你摔倒时 保护你的身体 鞋和布具 有其相应的穿脱顺序 穿的顺序是 头盔 护肘 护膝 鞋 最后是护掌 脱的顺序正好相反 这一个练习呢是 呃 原地站立方法是根儿靠拢,两腿微子形的站立,左腿立起,两手扶腿,两手撑,左腿当站立,根儿靠拢,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你那个坐得挺好,你坐得把手端平,这个就是这个站立刷,根儿靠拢,微子形的, 这样就锁住了,这样它就不动了,你看,怎么它也不动,一分开就动了,这是第一种练习方法,第二种练习方法呢,咱们来做第二种,就是两腿平行的,两腿腿要垂直,腿要直,轮要正,检查一下,腿要直,轮要正,两腿垂直,把手拿下来,两腿垂直,两腿垂直,腿要直,轮要正,你看那个,这个挺好,腿稍关起一点, 把手拿下来,好,这样挺好,检查一下吧,腿要直,轮要正,两手端平,上腿要微放松一点,这就是第二种的练习方法,下面那第三种呢,就是把腿压稍, 然后拉开一点,内着支撑,同样的是,羊手腿,腿要直,把腿拉开一点,腿手放在前面,保持一下平衡状态,保持一下,你那个太大了,太大了,这腿收,收了点,钻平,好,这三种练习方法呢,自己再试一试。 站立,是初学者最先学到的平衡技巧,微字站立,重心烧天局位置居后的脚上,两轮靠近,平行站立,重心放于两腿中间,双脚平行与肩同宽,内刃站立,双脚越宽于肩,双轮内刃着地,这三种站立方法,是最基本的平衡技能。 在滑行前,初学者可以在草地,地毯等松转的地面上,找一找穿上轮鞋后的感受,再逐渐过渡到平地,新一步体会,轮子在脚下转动的感觉。 下面呢,我们站好以后啊,体会一下这个轮滑鞋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因为脚底它有轮啊,它是动了的,下面呢,我们就那两个脚平行啊, 来回头这么搓一搓,动一动,轻一点的,轻一点的,轻一点的,你看那脚底下的轮是怎么走的,是怎么动的,它是动了的,它要一动吧,你必须得掌握平衡啊,也掌握重心啊,你在体会什么呢,这个轮滑鞋啊,它必须得呢,控制在你的身体的下方,控制的下方,你呢,轻轻地踏一踏,坐一坐,试一试,坐一坐,来,来体会一下吧, 这轮滑鞋啊,这轮滑鞋啊,它是在你身体下面是滚动的,是转动的,啊,好,两根靠拢,两根靠拢,靠拢完了以后呢,这个,这个轮不让它动了,放上动以后呢,就开始啊,问一下你,蹲一蹲,啊,下面轻轻地蹲一蹲,你体会一下,这个轮吧, 啊,这,必须得四个轮同时招地,你那个全脚掌招,招地,啊,不能踩在前面,也不能踩在后边那中心啊,踩在这四个轮,全踩在中间,啊,体会一下,你看你这个脚掌啊,是全脚掌抓地,啊,全脚掌五指抓地,哎,这个轮呢,跌前也跌后,啊,体会一下这个轮脚底的感觉,我们下面呢,有很多呢,控制轮的一些方法,啊,控轮的方法,我们要进行练习,啊,这个内容呢,就呢,呃, 启会轮滑鞋的性能,啊,掌握它的特点,咱们练习这个内容是自我保护法,就是如何摔倒吧,自我保护,你要想达到自我保护呢,你得懂的方法,啊,这里有三点需要注意的,一个需要注意的呢,就是你的思想,啊, 思想要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意识,啊,要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意识,第二个呢,你得需要有保护的护具,啊,这些护具,这些护具呢,你看看是否是穿戴的合理,啊,穿戴的合理,啊,第三个呢,你有这个自我保护的方法,啊,自我保护的方法,啊,自我保护的方法,有了思想,有了这个护具,有了保护的方法,有了这三点呢,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啊, 做玩的时候,啊,在做你休闲健身的时候,就能起到一个,呃,防护的作用,不至于摔伤,啊,不至于摔伤,啊,一旦你要摔倒的时候,呢,你也能够去应付突变的情况,啊,突然摔倒了,你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 自我保护方法当中,第一点呢,就是,向前摔,向前摔的时候,啊,首先昭低的时候,是, 两起着地,啊,两个起关节,啊,两个起关节,这两个呼吸,起到作用,先着地, 而后呢,是你的肘,啊,两个肘关节,肘关节的腹地,呢,着地,啊,着地, 着地以后呢,就不能起到缓程作用了,第三个呢,它是你的掌,掌,着地, 着地以后呢,这个掌呢,不能这样的,啊,得掌上跳, 要是这样的吧,一样就把掌,就,擦坏了,最后一点的要求呢, 你这个头吧,就抬起来,啊,抬头,要不抬头吧,你的低头,那哇, 把鼻子也抢了,把下巴壳也抢了,所以要求大家呢,啊, 起,走,掌,掌,掌上跳,抬头,收腹,来进行摔倒, 现在我来做一个示范,啊,过来,啊,两个小弟,啊,掌一段上跳, 啊,掌上跳,下面呢,我们就自己来练习一下子, 先检查检查自己那个肘,这个护具到不到位, 啊,这个掌看,它检查检查,要不然就把手就擦伤了, 往前划三步,前扑扑倒,啊,开始, 好,好,开始,好,抬头,抬头,你看, 它刚才就头都没抬起来,没抬起来,就把鼻子也就给你闯了, 这是,往前一定要抬头,抬头,撬掌,啊,开始,抬头,撬掌, 哎,这个好,哎,这个你看,那头抬起来,把掌撬起来, 就不容易擦伤了,嗯, 还有,像撤水,啊,像撤倒,撤倒的呢, 它的方法就像那个守门员踢球的那个动作,啊,踢球的动作, 撤,走,掌,向撤,啊,向撤,啊,向撤来,啊,向撤来,啊,倒了以后,啊, 是这样的动作,啊,那以后呢, 掌,掌这个,着地,啊,掌着地, 向撤的,啊,向撤,好,那个,那个掌一到, 掌,那个左关节没着地,啊,左关节,来,你做一次, 左关节着地,啊,左关节着地,啊, 左关节着地,往是是长,啊,左关节着地是长,啊, 哦,起来,起来, 您要记住,呢,这个, 起关节,左关节和掌, 那,竟这么顺序的,竟着地,啊, 在滑的时候,要要反复再做这些练习, 呃,第三个动作呢,是向后倒,啊, 你看,向前,向侧, 还要向后呢, 那滑滑呢,你先遇到这情况, 我后,你记得做个屁股堆, 做屁股堆,那么屁股就做坏了,是吧, 啊,所以也是同样,这两个手吧, 往撤,啊,往撤, 着地以后,啊,起个缓冲作用, 然后再是臀部再着地,啊, 往撤,两掌着地, 往底下一拍, 臀部着地,缓冲下了, 哎,来,再来一次, 就是这个肘啊, 这个掌一定要先着地,啊, 再来一次,来, 掌先着地,啊, 掌先着地, 好, 好,来, 掌着地还能走, 那走关节再着地,啊, 即使是最好的护具, 也不能保证你不会摔倒, 正确的摔倒方法, 能够把你受伤的程度降到最低, 向前摔倒时, 你应该稀先着地, 然后是走, 最后是上翘的掌, 头一定要抬高, 防止出地, 向侧摔倒时, 应该自然倒地, 互聚依此接触地面, 向后摔倒时, 应两掌先着地, 尽量避免地面对身体的冲击, 只有在这一期中不断地体会摔倒后的感觉, 强化正确姿势, 才能在实际滑行中, 避免受伤, 这个原地的塔步伐啊, 就是你不要往前脉, 这个根它俩只要交换位置就行的, 交换位置就行, 它体会对轮的感觉, 提高我们那个控轮能力, 两根靠拢啊, 两个交换, 看我做一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这样往前走, 两根靠拢, 来, 坐好, 根靠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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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停, 你们刚才那个根是没靠上, 要承这个没靠上, 每步都要严格地做这个动作, 不要忽略了这个根靠拢, 我们动作, 来维持你掌握平衡, 再做一遍啊, 再往前走六步, 再做一遍, 两手端平, 两根靠拢, 每步的根靠拢啊, 预备, 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停, 哎, 这次做挺好, 这个练习吧, 重点是练习你的控制能力, 控制能力, 这两个脚走的时候, 轮不要它动坏, 不要动, 你动坏就失掉那个控制能力的那个目的了, 重点就不让它动, 一, 二, 落地要一声, 一, 就把这个轮就定住了, 就踩住了, 一点都不让它动坏, 这个就提高控制能力了, 落地要一声呢, 你使劲这么一度吧, 这个腿部力量这个劲就上来了, 所以硬的, 要踏出声来, 第三步呢, 是高抬腿的踏步练习方法, 要求这个难度就大了, 提高你腿的支撑能力, 因为踏的力量也大一点, 我来做一下这个动作, 看没有, 一, 二, 三, 四, 是往前走, 不是往前滑, 同样也是提高腿的这个支撑能力, 和这个腿的控轮的能力, 一定要控制住, 不要它动, 落地以后要有声, 腿要垂直, 轮要正, 记住没有, 记住了, 好, 向前, 五步, 走, 高抬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停, 这个坐挺好, 向后转, 向后转, 不要动, 不要动, 再做一遍, 高抬腿, 落地要有声, 腿要直, 轮要正, 这是几个基本的原则, 预备, 准备,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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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远地平衡踏步, 重点是练习蹲滑者, 对轮的控制, 提高腿的支撑能力, 一种悬地平衡练习, 可以在实践中, 扩展成多种教学方法, 辅助踏步平衡练习 是为了使初学者在踏步过程中 容易找到平衡 借助第二支点进行踏步 逐步提高个人平衡能力 在练习过程中 会体现集体合作精神 可以不断变换练习人数和踏步方向 增加游戏色彩 使初学者在快乐的训练气氛中 掌握基本平衡技巧 无干辅助踏步练习 主要是为了克服练习者 初学轮滑时害怕迈步的心理 给练习者辅助的支点 在集体协作的细分中 完成基本平衡能力的训练 没有轮子就不能滑行 轮子是德华鞋的重要物件 市场上有很多轮子出售 它们在大小转凝度方面 存在很大差异 在不同地面上滑行 需要不同硬度和不同直径的轮子 轮子的直径和软硬度 一般都掉在轮子的侧面 供使用者根据不同的需要选购 同学们 下面我们来练习重心移动的方法 重心移动方法有两个内容 一个是原地的定止支撑的移动重心 第二个内容就是在牵引滑行当中的移动重心 这个移动重心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将来为我们滑行的时候 你重心有移动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移 因为在滑行的时候 你需要单脚平衡 单脚支撑 单脚支撑 单脚平衡的时候 你这个脚知道支撑点是在哪 支撑点在哪 这个定的正先移动的方法 是两个脚是平行站立 平行站立的时候 把两个手钻在前面 往来向右面移动 移到右面的时候 要求鼻子尖 乞丐和轮滑鞋的脚尖 就是轮滑鞋的脚尖 就是这个轮 这个轮 乞丐脚尖在一条直线上 这么正好一条直线上 这么移动过来 这重心就全过来了 然后呢 你再向左面移动过来 也是同样 鼻子尖 乞丐脚尖 在一条直线上 要求呢 腿要直 轮要正 环环脚不能倒 这个记住它的口诀是什么呢 三点直线不倒怀 这怀呢 就指这个怀管节 就怀管节 这个怀管节不能这么倒 这腿也不能这么歪 这个腿直是指什么概念呢 就是鼻子尖 膝盖 在一条直线上 如果是这样的 那就不是直线了 那是一个曲线了 是弯弯了 一弯弯就支撑支撑不住了 这腿就费劲了 这个双脚支撑 两脚平衡 两手在端着前面 向右移动 三点直线 自己看一看 是不是三点直线 而后面身体再移动过来 移动过来 看看 检查一下 看自己能看到 这个歪没歪 做正确了 这就达到标准了 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练一下 这个内容 两腿分开 一肩同宽 两手端平 向左移动中心 移动过来以后 你看检查一下 是不是三点直线 身体不要歪 那就歪了 你看没有 这样是 再往前点 这个脚往前点 往前点 自己剪了剪的 是不是三点直线 你这个就不对了 再往这么点 上这边的 上这边的 回来 回来 重心移过来 移过来 到这儿来 剪开一下子 向右 抬头 抬头抬起来 好 头抬起来 向左 这个挺好 你把手抬平了 这个膝盖就歪了 好 头抬起来 向右 左 右 抬头 向左 向右 好 两脚收回 脚跟靠拢 这个大家做得比较完整了 比上次练习内容稍好一些了 一定要记住这个基本要领 可要直 轮要重 身体重心 全移过来 换换脚不要倒 这是最基本的 这是滑行的一个基本点 就是三点直线 到任何时候 这个点不能变 换换脚不能倒 再重复一变 三点直线不倒坏 三点直线不倒坏 好 这个内容练习就到这 咱们这个天眼平衡呢 主要就是呢 给初学者 你在没有这个滑行能力的情况之下 你看那不能学会滑行呢 你知道你自己滑不走 你知道我也想滑走 你自己老个原地里头 哺哺愣愣的 你站一站不起来 老舌头你走不了怎么办呢 让别人会滑的 拉着你走 这样的话你两个脚平衡吧 在体会一下你 动平衡 咱前面练习那个呢 是净平衡 是原地踏步的 这回呢 是拉着你走 在行进前 让你体会吧 这个平衡的感觉 这个三点直线啊 这重心的来回电动啊 双脚的啊 一直在过路扳脚的 这个一种练习的方法 重点目的呢 就是练习 双脚平衡能力 在行进间的 控制轮的能力 双脚 你在控制轮啊 你要想控制轮 你的脚子有力量 它是一个什么呢 蹲曲的状态 你看这不半蹲曲的吗 半蹲曲状态呢 净利的 你就两地伸直了 两腿弯曲 你肩平衡 腿要执着轮要正 就是刚才咱们讲的 那个重心移动啊 和这个这个时候 支撑的那个要领 就是三点直线的要领 是他拽你 你千万别拽他 别拽这个绳 你拽这个绳嘛 脚就向前面去了 你肯定要摔个 摔个屁股堆 你摔屁股堆摔多疼啊 就是牵引前面的人呢 不是滑行啊 而是走 咱前面不是练习 那个踏步走吗 你就是踏步走 练习后边那个 牵引 你就静力支撑 静力支撑 别提地 别拉着绳 你拉着绳 脚往前去 就已经摔倒了啊 注意这个要领 辅助牵引平衡练习 是练习行进间 双脚控制轮子的当力 借助外力 体会滑行中平衡的感觉 除双脚滑行外 通过辅助牵引的方法 可以变化出多种训练内容 单脚平衡练习 延长了单脚支撑的时间 着重训练单脚平衡的能力 牵引移动重心的练习 可以在原地练习的基础上 使初学者在外力作用下 即会滑行中三卷一线 移动重心的感觉 为以后滑行达好基础 多人牵引练习 使牵引者进一步加强踏步的力量 增加符合 被牵引者训练双脚和单脚支撑的平衡能力 通过辅助牵引平衡练习的各种训练手段 加强了初学者平衡支撑能力的锻炼 丰富了新年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